人家那麼有自信 所以鍾小平怎麼說 鍾小平說 我告訴你聽到李梅真這樣講 陳其邁陣營要開始發抖了 可是你看 陳輝文就不以為 你這麼厲害 你覺得你會選上 你就辭掉市議員 反正你會當市長 你怎麼看李梅真這個表現 還有 現在這個鏡周看這個報導 寒江真的結盟了嗎 你怎麼看現在國民黨內 這個隱隱約約的態勢 其實我想李梅真 我不好意思講他吵包 其實他講這種話 有點白癡白癡的 就是說你就算心裡面 小窩有可能當選 都不可能說8月15號 是我坐在那裡 那不是白癡是什麼 那已經不是韓國瑜2.0 不是2.0的問題 沒有人那樣子競選 而且他一直叫陳其邁叔叔 我就講了年齡絕對不是問題 你知道嗎 美國現在兩個總統候選人 一個拜登 一個川普 兩個都七十幾歲的老先生 另外一個曾經參選 身亡很高的那個什麼 三德西是不是 八十歲 結果他的支持者都是年輕人 因為他的政見就是年輕人要的 所以年齡不是問題 但是那講話真的有點白癡白癡 什麼是8月15號就是我坐在那裡 所以連陳輝文都聽不下去 叫他那你就辭職算了嘛 既然你已經都已經穩坐在那個市長 還告訴那個代理市長說你 你這要客氣今天是我最後一次質詢 以後就沒有 這不是白癡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國民黨真的我覺得 自己回去要不要自己 覺得自己豬八戒我不知道 怎麼會提名這樣一個人 你就算提名那些退黨 退出黨團運作的陳麗辣也好那些 都不會出這種洋相 我覺得這個實在有點離譜 可是靖庸看說法是 權力背書的是韓國瑜跟李嘉芬 我覺得這個靖州看這個 我覺得不知道是誰放的話 但是我覺得那根本不通 第一個韓江不可能結盟 因為韓國瑜根本就沒把江啟臣 看在眼裡 而且他覺得說 所以我上次有講 馬英九他一定心裡想 你做八年的總統就把政權丟掉了 然後這個江啟臣 如果我跟你選的話 你根本不是我對手 江啟臣哪裡選得過他 尤其當時 那王金平你明明把我三三造勢 我最後取而代之 所以你們這些都不在我演你 所以江啟臣不會在他演你 他哪裡要跟他結盟 他就是要去把江啟臣幹掉 他自己去當黨主席 那你說朱立倫是不是要去選 朱立倫當然有心要選 但是上次有講 因為他上次做黨主席 是馬英九逼他的 他那個時候在北 這個輸掉輸很多 完全泄氣你知道嗎 結果馬英九硬把他抓出來 叫他去選 那然後我就笑他說 大家說他這個考慮太多 也扭扭逆逆 他該出來的時候沒有出來 他剛開始的時候聲望很高的 超過蔡英文超過所有人 結果後來扭扭逆逆到最後就就下去了 他該出來的時候沒有出來 他不該出來的時候最後他出來 所以輸得很難看嘛 然後而且國民黨裡面 很多人要教訓馬英九 所以根本不投國民黨的票 然後我是有講說 我還去看過 我到眷村去 我還跟那個眷村的二代們說 你們這樣做的話 你們將來的日子會很難過 因為你們教訓馬英九沒意見 但是你們會毀掉國民黨 你知道那眷村二代的 那年輕人跟我說什麼 國民黨倒就倒啊讓他倒啊 這就是眷村的第二代 所以你說國民黨今天是不是還能夠 擁有眷村的支持者 真的不知道 韓國瑜當初能夠縮動這些人 是因為他感覺上他是眷村的一份子 然後而且他跟他們講的話是一樣的 可是經過這幾波以後 又被罷免又被這樣的時候 當然很多人說那九十四萬票 絕對不全然是民進黨的人 還有很多是國民黨的人受不了他 出來把他罷免 所以問題是他今天有沒有那個的實力 我想國民黨如果說內部民調 有那樣的話 江啟成會防他 那江啟成當初選黨主席 就是朱立倫也挺他出來選 而且還鼓勵他出來選 那你說他們有沒有矛盾 有 因為二零二一年的黨主席選上以後 會碰到二零二二年的九合一大選 然後所有的縣市首長提名 議員提名都在黨主席手裡面 然後二零二四的這個總統大選 國民黨的傳統黨主席是當然的總統候選人 所以不管江啟成也好朱立倫也好 如果真的有野心還有韓國瑜也好 一定會去搶那個黨主席的位置 你說誰跟誰結盟不可能 因為韓國瑜如果跟江啟成結盟 然後呢 到底誰要當黨主席 所以這不太可能我覺得近週刊那個 說不定是有人放的消息讓他丟出來 製造矛盾 這些週刊常常會你知道 在被人家拿來這個放話的對象 到底是怎麼樣不知道 所以這些東西聽聽就好 國民黨現在一個爛攤子 任何人當黨主席都很難救 你除了要每個月有三千萬的債務之外 薪水也好也好 還有這些組織 然後還有一些黨員的人心患散 都是未來黨主席非常重要的工作 然後現在又沒有像當年我們在的時候 有那麼多的黨產 你知道每逢年過節 那個紅包都是上萬的 不是種子 就是上萬的紅包 現在沒有 所以任何一個黨主席都會很辛苦 所以你說為了總統大衛 是不是有機會不知道 但是你說有政治野心的人 會不會去搶那個位子 會 但是你說韓國瑜也好 江啟成也好 朱立倫也好 你知道我常常講大衛要看 這個不能以智取 要有天命 那我們在想 你想蔡英文 當初大家也不看好他 因為賴清德的民調那麼高 可是他就有天命 而且還不但當選 而且贏了那麼多 贏了兩百多萬票 那就是天命 所以大衛不以智取 要有天命 所以你今天每個人 不管你算盤是什麼打的 將來會是什麼 到現在為止言之過早 你如果高雄這兩局 通通輸掉的話 不要說韓國瑜將啟成 通通沒有了 所以不必這麼高興的 現在就在盤算 2021 2022 甚至2024 國民黨那個時候 還存不存在 大概都很難 你會不會